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火车上利硬币都不是问题 安全上也不会出现零部件脱落冒火花的事 之前英国从日本购买高铁简直就是血亏 第一天运行就出现了事故 火车晚点空调故障 乘客们憋屈地做到了终点 据说英国预计日本高铁使用时间还挺长的 不知道这么一折腾下来能用多久 说完了日本说印度 影视剧里 新闻里 印度人把自己挂在车厢上的画面 想来大家都不陌生吧 网络上纯印度最快火车时速是160公里每小时 还有印度人问中国有这么快的火车吗 呵呵 小编不想回答 并向你扔了一个复兴号表情包 可能网上说的内容并不属实 就像外国人对中国误解一样 但是印度火车速度比不上中国肯定是真的 咱们国家复兴号350公里每小时 不知道印度人挂不挂得住 中国高铁骑不晚 但是发展迅猛 最初我们可能是借鉴学习其他国家的技术 但是现在中国高铁当之无愧中国制造 有德国媒体报道称 中国创新能力很强 但是一直被大家低估 如果某样东西不向中国出售的话 中国会自己去创造 自己制定标准 人多力量大 中国人那么多 不会的做不到的 我们可以学 可以努力加油 没有攻破不了的技术 贵阳到南宁的桥穗比高 难度大 但是相信中国肯定能建好 今年由我国牵头发起了神秘的雪人计划 这是一件震撼全球的大事 终结了美国30年来的霸权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1号哨所 回复雪人了解详情